读懂食物奥秘,找到健康真谛 大家好,欢迎来到均衡营养从早开始 上节课我们了解到健康藏在营养素的平衡中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来一一认识这些营养素 咱们先来聊一下首席营养素,蛋白质 它有什么真本领呢?先来看看它的自我介绍 嘿,主人你好,我是你体内的蛋白质 希腊名普罗透斯 是头等重要的意思 哼哼哼,在你的身体里除去水分 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我 但我基础营养素一哥的地位 不仅仅是靠数量,更多的是靠实力 小到一个细胞,细到一根发丝 远到肢体末端的手指甲、脚指甲 进到我们的心脏 从皮肤到五脏六腑 都是我一专一瓦建起来的 在颜值既正义的当下 我化身美妆打实 我让皮肤有弹性 头发有光泽 肌肉饱满有力 身材脚健定拔 如果我不够充足 灰暗的肤色、毛躁的头发 这些烦恼就会纠缠着你 我还筑建了免疫军团 承包了守护任务 面对护士丹丹的细菌病毒 我更是全力输出 产出24小时直勤的免疫细胞 以及作为武器装备的各种抗体 毕竟对捣乱分子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当然 我喜欢看到的 还是你每天元气满满的样子 所以我必须跟上节奏 化身为美 参与催化各项生理机能的工作中 作为急速 执行保驾护航的调节任务 变成神经地质 精准快速传递大脑和神经的指令 还有作为载体 投入到养分和代谢废物的运输工作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你精力充沛的状态 这就是我 你身体里的霸道纵材 营养素医割 万能承包商 蛋白质 但优秀如我 不需要一键三连 只要充足的补给就好 但要记得 这份打赏是日节哦 这么重要的蛋白质 究竟是怎么和我们的身体 完美对接的呢 这里呢 我们必须认识一个物质 氨基酸 它就是蛋白质和我们身体之间的交付介质 食物中蛋白质大多是大分子颗粒 通常很难通过我们的消化系统进入身体 必须要消化分解成小分子的氨基酸 才可以吸收 形象点说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 就像是一条珠子串成的项链 每一个珠子就是蛋白质的最小单位 氨基酸 珠链进到人体加工厂后 先在消化车间把珠子打散 于是变成了游离的氨基酸 最后再通过血液这个快递系统 运输到不同的组织细胞 然后重新组装 根据需要串成氨基酸链 最后组装成全新的项链 也就是不同功能形态的人体蛋白质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专家说 为了健康要补充优质蛋白 想要从众多蛋白质食物中出人头地 成为优质蛋白 就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数量指标 说的是必须氨基酸的种类要齐全 要知道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 有多达十万多种的形态 比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可厉害多了 这都归功于氨基酸出色的组合变形能力 而实际上合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有二十种 其中有九种人体细胞不能自己合成 必须依靠进口 也就是需要靠吃来获取 我们称之为必须氨基酸 所以任何一种食物蛋白想要金榜提名 就必须自备全部的九种必须氨基酸 缺少其中任何一种智能落吧 二需要满足的另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氨基酸的数量比例要合理 种类齐全只是门槛 因为不同食物来源的蛋白质 即使含有全部的九种必须氨基酸 但营养价值也会不一样 想要做到优质 光靠种类齐全还不够 还得做到必须氨基酸的构成比例合理 也就是这些食物必须氨基酸的构成比例 要尽可能接近人体蛋白必须氨基酸的构成比例 两者的比例越接近 就越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 这种食物才能被选为优质蛋白 参考优质蛋白的两条衡量标准 鸡蛋 牛奶 肉 鱼等动物蛋白 以及大豆分离蛋白 都顺利入围了优质蛋白的行列 但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即便是优质蛋白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2020年国际血脂专家组提出了蛋白质来源金字塔 在这个金字塔中 豆类和坚果位于蛋白质来源的顶端 其次是鱼肉 往下依次使鸡蛋和奶制品 禽肉 猪牛羊肉 则处于垫底位置 那究竟为什么我们常规的蛋白质来源 也就是猪牛羊肉会垫底呢 其实是因为虽然红肉的蛋白质成分属于优质蛋白 但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红肉会加带私货 比如高脂肪含量 吃多了就有健康隐患 而大豆能够成为优质蛋白的首选 站在蛋白质来源金字塔的顶端 是因为其中的优质蛋白含量高 同时不含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 假如是大豆分离蛋白 那就更好了 优中选优的结果是 不仅蛋白含量提高了 吸收利用率也能高达100% 确实有足够的资格坐稳这第一把宝座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 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调查 如果植物蛋白 也就是非动物蛋白占比每增加3% 藻王风险可降低10% 这也是为什么优质蛋白还要划分369等的重要原因了 因此回归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标准 我们要做的仍然是均衡营养平衡膳食 好了 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可以牢记 蛋白质来源金字塔 优质蛋白选择不迷茫 下次课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被误解的营养素 吃房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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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illegal ž